大家好我是尚精灵 我是刘志明 欢迎来到上流投资署 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是 三大技术突破 催出新应用 机器人浪潮来袭 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这一次机器人展蛮热闹的 所以我们也派了多名的记者一起 看一下有什么新的应用 然后可以提供给大家 包含我个人 然后我觉得我有几个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去了亚洲工业4.0站 我们看到本土的厂商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发纳科跟安川 还有德国的KUKA 三大工业机器人 其实有来参展 这次的主轴是以 自动化工业设备为主 以及AI机器人的那种 智慧方面的应用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次 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我觉得有三个重点提供给各位 第一个就是深层式的AI的导入 有了AI之后 所以机器人会更聪明 而且有学习能力 然后第二个就是 自动化设备的微型化 就机器手备变小了 第三个我觉得是 人机协作的机器人 全面的升级 你知道吗 财讯双手刊今年50岁了 现在就加入我们财讯频道会员 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 财讯 加入后你可以看到会员专属影片 还可以获得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 你的支持将帮助我们继续带来更优质的内容 赶快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 成为财讯大家庭的Events吧 以前机器人偏向于就是制作产品 然后现在其实人也在工厂 但是它机器人是做辅助的 双方的配合化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是 真的在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志明哥你从展场上有看到什么其他值得注意的吗 其实趋势就跟上老师讲的那个方向是差不多 那我觉得是过去机器人可能是一个动作一个口令嘛 那你等于是他会根据程式运作 对 那AI视觉化之后人做一个动作给他 那他可能就自动复制起来 学习的那速度就会更快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种微型化 那微型化里面就有很多新的那种零组件在里面 所以说机器人展示虽然本来说黄军会来 但是没有好像感觉逊色一点 那其实底子还是够的 因为台湾台中那种工具机产业其实还是蛮强的 快要接近都日本水准 那今天有一个好处是台湾对AI的导入是比德国 比日本更认真一点 将来AI导入机器人的部分 我觉得台湾在这方面的机会是蛮大的 像很多国际的大厂Tesla甚至苹果 他们对机器人的发展都有企图心 跟台湾合作的这机会其实还是蛮大 所以说现在还很少 未来会很多的东西就是一个趋势产业 那其实像机器人 过去可能是在工厂的自动化 那现在导入AI以后 工厂自动化更迅速 那将来甚至到桌上的机器人 甚至人形机器人 它都是一个长线发展趋势 所以说这领域将来的发展 也会指着各位去注意的 对 没错 那我就直接用实际案例 就是我从展场上有看到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像所罗门 对应所罗门的股价表现得很好 所以投资人一定很关注它 然后为什么会好 主要就是因为它强调生存是AI 就是把镜头纳进去 然后它当初就有秀一只 很可爱的小狗狗 机器狗 有放镜头在里面 视觉在里面 所以它等于同于就是帮你在 寻那个工厂区域 这样它等于是用镜头来看 然后可以平常知道一些货号 编号 然后库存的状况多少 它可以一眼这样望过去 就可以帮你查出来了 所以其实代表说 它可以省很多能力 不需要每天人去盘点说 我的货还剩5件还剩4件 然后第二个就是ChatGPT的功能 有导入进去 索罗门是跟NVIDIA合作的很紧密 所以它关于这一部分 我们知道生存是AI最重要 就是学习能力 然后它等于是平常有在训练它的话 它就像真的狗一样 交代它做什么事情 能够ChatGPT讲 然后它就会去帮你执行一些简单的 一般在工厂上面的事情 它可以在方方面面可以应用到 比方说一些物流的地方 或是一些领收卖场的部分 可能以后就会常看到一些 比较简易的机器人 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次机器人展 比较重要公司 像我比较长期观察 像台湾金瑞这家公司 那为什么我觉得它 在这领域是非常的好的 原因是 以前他老板也本来是做 机器手臂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公司 但是关键领土件 像减速齿轮 过去是掌握在德国跟日本人的手上 那这个老板很有趣的是 他当初机器手臂有订单 但是拿不到这些减速齿轮 业绩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上 所以他非常神奇 一气之下说我干脆自己来做 为了这个他还投入好几年的时间 然后也投入大概6亿的经费 但是刚开始也是没有人用 因为对这些厂商来讲 一台机器可能几百万 那你换这个对他来讲保障是不够 但是就是要等那些德国 跟日本的这领土件 结果还是没人 那我就干脆先用 台湾进入的东西 一用 发觉好多年都不会坏 后来很多都是一视成主顾 所以他慢慢就变 世界前三名的这种 减速记忆领土件的公司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种 机器人最重要的几件事 一个是马达 一个是控制器 再也就是减速齿轮 那他能在这个领域达到世界等级 那像总经理有讲过一个例子 就是ASMO的机器 里面居然是用到台湾精锐的产品 代表什么 就世界上一台ASMO的值几万光是接近百亿 他会用台湾精锐的牛圈 表示他的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顶尖的水准 没错 他今年光上半年也赚8块钱 那法轮功大概赚15 16块是很平常 那明年他还有一个计划是跟亚马逊做一些物流机器人的相关的这些领土件 那看起来好像亚马逊工程人员有来台湾去查查 然后也通过认证 那其实他上半年小量出货 等于是第一世纪有机会大量出货 那你的业绩就会逐游季的往上走 所以说他这波股灾股价还一度创历史新高 所以看起来他是一个有实质获利能力 然后技术能力很强的公司 所以说我觉得在台湾算是一个引擎冠军的企业 以前可能大家对那种减速齿纹的要求没那么高 那因为现在你做很多东西为了机器人要求会更高 所以对减速齿纹的要求品质跟规格会更高 所以说这方面未来在这市场会越来越受重视 那目前看起来这趋势已经慢慢形成了 读者如果看到这样的公司也可以慢慢注意他将来发展 刚才其实知名哥特别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机器人有个零组件就是叫做减速器 就是那个关键的东西其实是台湾厂商来执着的 所以算是另类的台湾之光 我还是继续帮大家分享一下 有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一些小地方 就是可能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就比方说微型化 因为我问了几个展场上的老板 他们都好像有特别提到微型化 因为工厂实在太大了 所以他当初工具机大厂的话 都是做这种大型的手臂 但是其实很多中小型企业只是想要一个辅助的机器人 或是辅助的机器手臂的话 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要这么大 甚至他根本就放不进来 我就问生技公司一家叫台宝的 然后他是做细胞培养的 然后你想想看细胞培养只要这么小的东西 他怎么可能会要一个这么大的机器手臂 然后他还因为要自动化跑去国外 然后发现每个都是要这么大的 他说他都不要 他说他那个大到他那个实验室都办不进来 就算东西再好也没有用 所以微型化真的是个趋势 然后我们也问到值得的老板 值得的老板也强调说 尤其是在欧洲一些精密机械 比方说他要切割钻石 他不需要一个这么大的 他如果有个小的机器手臂可以辅助 或是协作 他只要小小台就好了 他们也抓住这个商机 争取到一些小的机器人的订单 所以我觉得这个微型化是 投资人也可以注意的 看看哪些厂商有在进行布局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协作机器人 那很多国际大咖现在就是一直强调 比方说Tesla 他就是说我到25年 工厂里面的机器人就是要比重要多高 然后还有辉达 黄远勋也一直强调人型机器人 所以是相关的一些协作型机器人 从国际大厂在推动来看 其实比重也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也看到台湾现在有很多厂商在做努力 比方说我也看到机器手备上装上一些检测的工作 比方说一台手机出来 也要进行检测 以前可能是用人工的 现在可以借由这些协作机器人 然后帮你看哪边是有瑕疵品 或哪边是有故障的 然后一下就可以检测出来了 然后这个其实在进步中 好的 我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机器人有分大概两种 一种是工业型机器人 一种是服务型机器人 工业型机器人讲的 其实就是在工厂制造端 就是自动化设备为主 这个部分其实在工业4.0已经大幅的成长 现在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服务型机器人 然后这个才是我们可能讨论的重点 因为现在机器人会走出工厂 在各方面都需要一些服务型机器人在做服务 包含了一些像最流行的物流业 家用可能也需要 然后旅馆也需要 社交 教育 各方面 特别是像我们刚才讲到医疗的部分 它也需要机器人 做个简单统计 机器人市场的营收成长 这个年增率达到13% 是未来机器人市场主要的成长的地方 然后2028年市场的规模将达到550亿美元以上 志明哥那你觉得机器人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 像黄勋有讲到要推出很多人型机器人的计划 TESLA也是这么讲 那其实人型机器人要求会更细致 关节更灵活的状态下 对零属性要求会更高 那其实我觉得过去因为机器人真的是要公司一笔一笔 程式的写 那现在因为有AI跟视觉导入之后 他其实就不用过去那么复杂 只要他这些零属件能达到他要求的话 他其实进化跟成本降低的速度会比过去要快很多 对他就会自我学习 对他会自我学习 你就不用那么多公司写那很多的程式 他等于是他只要透过AI的分析 其实就会让机器人的运作更为顺畅 过去德国讲的是工业4.0 那现在从工业4.0一直讲到生活上 像我们吃饭的时候餐厅有很多那种 安运的机器人 可能将来会更多这样的机器人在我们生活中 像最近灌500%公司也有很多 比如说卖椰子 卖手机的保护贴 他其实都是一个机器人的运用 过去是比较复杂 那现在一台小的贩卖机的机器里面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要求 那所以说生活上你可以看到 那他未来进化到帮你抛咖啡或什么倒茶之类的 这可能在四五年之后可以达到 所以说这样的零组件的发展也是一个长线趋势 那重点是台湾在这领域 其实有卡到一定位置 然后有跟AI跟视觉相关的那种镜头的配合的话 这方面技术也是不错 对刚才志明哥有暗示说 接下来产业连这么大 哪些厂商会受惠 因为组装层面很多层 所以我大概讲一下跟我们有相关的 然后最近也表现得不错的 我觉得看起来也是蛮有机会的 类似像研滑我们工业电脑大厂 会场上要展现一台自动化组装跟辨识系统 很明显看到现在机器人真的越来越聪明 像志明哥讲到 不仅是贴手机膜而已 它可以直接帮忙组装一台手机 然后而且可以组装那个镜头这么脆弱 它都不会破 这么小小的一台手机 它就可以帮忙做 可以看出来现在机器人真的是越来越聪明了 我大概讲一下什么叫AI机器人 什么叫做过去传统机器人 你就把它想成说以前机器人程式洗完之后 就是从A到B 然后如果中间有一个杂物的话 A就走不到B了 它就档机了 有了AI化 然后让它有视觉 它说中间有一个东西 它就会绕到 一样是轻松的到达 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了 然后另外一个 也因为机器人表现得很好的蒙力 它就是因为过去跟何大有合作一家公司 叫做蒙英科技 也是像志明哥讲的 它也是做减速器 表现得也非常好 然后也通过很多家大厂的认证 然后精密度也可以做到微米等级了 所以是投资人觉得是很有机会的 所以最近表现得很好 好的 那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三大基数突破 机器人浪潮来袭的话 就赶快购买我们财讯双周刊第718期 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下 上流投资数第103集 财团们的留言 上一集的主题是 11党逆风抗跌股 无拘乱流 把握契机 太弱流强 第一个频道会员狂慌 他说 请问联总会 如果9月降息的话 对股市会带来什么影响 其实基本上降息的话 通常就是资金要再洒出来 所以市场上就新的资金涌入 然后全球股市来讲 其实是比较正面的解读 我觉得降息是比如说美元 可能会比较弱势一点 台币会增值 台币增值对台湾股市 其实也是好的 所以台湾股市往上再走的机会 还是蛮高的 对 没错 好的 然后另外一个频道会员 萨卡班甲鱼 他说台湾精锐 在8月26号就涨停板了 大盘虽然还没有收复季限 但学习挑出基本面 有撑的个股就不怕 会员影片真的很有料 然后感谢财讯 其实关于精锐 应该说如果投资朋友有研究过他 或是有观察他的基本面的话 其实他是真的 是一家非常机油的公司 就是撇开他是不是机器人概念股 或是减速器 你就从财报来看 他今年上半年就赚好像8块 8块2 对 所以他其实基本面就非常扎实 然后你如果用8块2来换算 其实他本一笔真的也不高 所以也不意外了 其实因为长期大概都赚一个股本以上 所以说然后毛利率都有50到54 他其实台积电商大力光影才有这种毛利率 表示他竞争力是很强的 所以说这真的值得大家去注意 好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集的内容 欢迎邀请你的亲朋好友 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 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购买财讯双收看 7197 里面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上流投资数 我们下次见 拜拜